每天做五题,英语没问题 来看第一题 He is only a boy 他只是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三岁的用英语应该怎么表达呢 有两种表达 第一种呢,就是A这种表达 3 years old 但是呢,3 years old呢,后面呢,不可以接名词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boy跟前面的儿给去掉 就可以选择A 如果你要中间加两个横杆的话 我们这里呢,怎么样 不能加S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 He is only a three year old boy 3 year old,这样横杆之后呢 变成一个形容词 就是后面这个boy这个名词 第二题 We watched a movie just now 我们刚刚看了一部令人兴奋的电影 令人兴奋的用Angie还是E.D呢 我们来看一下 Angie的话,我们就怎么样 就是令人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如果加E.D就是足以感觉到怎么样 这个电影呢,是怎么样 是令人兴奋的电影 所以你加了ing 答案选择的是 Hey We watched an exciting movie just now 第三题 We planted trees last year 去年我们种植了成百上千棵树 成百上千棵树 应该怎么表达呢 应该怎么样 Hundreds of 如果你要表达这个Hundred的话 前面呢,需要这个数字 有几百棵 Several hundred 这里呢,不能加S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 We planted hundreds of trees last year 第四题 Please be in the library 在图书馆请保持安静 安静应该是哪个词 应该是Quiet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 Please be quiet in the library 这个Quiet 它是相当的意思 第五题 I'm two years than you 我比你小两岁 这个小应该用哪一个呢 欢迎投资订阅在评论区里面 留下点答案 点赞 关注爸爸老师 英语一集吧